当地时间3月25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凯旋门兴行广场 为习近平主席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各位观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法兰西共和国 建交55周年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隔5年之后 再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现在是当地时间3月25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凯旋门兴行广场 为习近平主席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访问 相信将推动中法务实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 并将为新时期中欧关系的发展 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和夫人同力员 乘车抵达凯旋门时 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吉特 上前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步入兴行广场 在法国军旗前肃立 军乐队高奏中法两号鼓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的陆军 前北京的陆军 是有很多血浓 金如艺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奏响两国国歌 再次奏响两国歌 习近平分别同法国官方代表 长明火委员会成员代表握手 在贵宾部上签名 同法国老战士和荣誉军团起手握手 习近平夫妇同法方主要官员握手 马克龙夫妇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欢迎仪式后 在威武整齐的摩托车队护卫下 习近平乘车前往爱丽舍公 沿途一百多名法兰西共和国卫队骑兵 身骑骑马 整齐列队 家道欢迎 马克龙在爱丽舍公门前迎候习近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